这个函数应该蛮重要的,因为工作里面如果会用Indirect的话,很快你资料就把它抓下来。 它的概念其实也差不多,我们来看一下。 比如说005,插入一个函数,检视与参照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叫Indirect。 这个Indirect按确定之后,这个还蛮好用的。 它里面呢,什么意思?你要抓哪一个储存格的资料? 特别注意,这里面的话会有几个问题。 第一个,它是要抓哪一个位置?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是005的这个位置,比如说005的姓名。 当然你如果直接点下去的话,它会出现B7的讯息。 不过特别注意,这个地方Indirect最容易出错的是,如果你直接按确定的话,它会出现什么? 开头的,表示有错误。什么地方有错呢? 请特别注意,其他函数你一开会自动帮你加上双引号。 可是呢,这个Indirect很奇怪,你一开的话,它不会帮你加这个双引号。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双引号,它会不知道你到底参照什么。 因为它会把一个储存格的位置用文字的方式来表示。 那也就是说未来,如果你要抓哪一个储存格的资料,你要用文字的方式告诉它。 如果不是文字,它也抓不到。 好,那这有什么好处呢?按确定。 有没有,B7。 可是问题来了,那我怎么知道这个里面是B,就是说哪一栏,哪一点。 然后呢,会有一些问题。比如说,这个B,如果将来我向下填满,会变成C,变成D,变成E。 所以这里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个数字,把原来的数字变成英文字。 那这里的话,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说,你可以查看一下内码表。内码表里面,A的话是65,B的话是66。 那我们可以配合什么?前面有讲过,就是你插入函数,可以配合一个。 其实Interest跟那个文字里面有一个TRA函数,是一个很好的partner。 因为如果你不会用那个TRA函数,你Interest使用上面就会有很大的问题。 那我怎么去抓到那个哪一栏呢?其实呢,如果你输入66的话,它回来会告诉你66,就是B。 以此类推啦,那这个是内码的位置。那这个内码的位置是固定的,是美国人设计的。 反正它刚开始设计那个键盘啦,里面的大小写啦,还有那个数字符号等等。 它总共就这么多,128个位置。它就是怎么样?填上去。那其中的话编号到66,就是大写的B。 那以此类推,6768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,希望向下填满,会帮我出现BCDE的话。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,你可以在后面怎么样?66,加上什么? 向下填满。那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什么?Raw吗?对不对?Raw这个还蛮好用的。 你会发现它自动填号,用Raw就没错了。不过Raw现在参照到现在的列。 那可是如果说你现在,把它现在的列4加进去的话,那会变成什么?变成抓到F。 所以你变成什么?要把那个4给扣掉。所以这里的话,你把它改成62,打勾。 好,62加上现在的列,就刚好66,向下填满。放开。 B.C.D.出现了。OK,那为什么要产生B.C.D.啊? 因为Internet,它要你先提供它哪一栏。OK,第一个。 第二个的话呢,再告诉它什么?哪一列。所以把哪一栏哪一列把它拼凑起来,那就自动抓到你要的。 所以呢,第一个,哪一栏。哪一栏的话,我们基本上,就刚好是用什么呢?编号里面,不不,更正一下。 因为编号里面的列,我看看,编号里面的列是第7列。 那Internet,则是直接抓这个工作表里面哪一列。所以基本上,005刚好也是第7列。所以基本上,我们可以怎么样?把那个。 这个。这个。这个。这个讯息。把它复制起来。好,然后放在哪里呢? 放在原来的B的位置。那后面7放什么呢?就干脆放它现在编号的位置。好,所以基本上的话,我们编号位置加2。 我看,这边先一个B,然后后面串接。and。串什么呢?串这个。它现在的位置加2。 它现在的位置005,加了2,运算变7。所以把它串接在一起,那就刚好B7。OK,试一下。 OK,好,没错。所以,串接完了。这个加2,因为编号嘛。那我要刚好是,现在工作表里面的第7点,把它加2。OK,打勾。如果向下填满的话,记得把那个。h3的位置呢,锁起来。 那其实锁列就可以了,把它打勾。打勾之后,向下填满。那理论上,我们的那个向下填满如果会增加,所以会变成B。本来是B7,C7。D。 刚刚好,向下填满看看。OK,放开。 那你会把它自动一下。基本上,它就会自己帮你抓到什么?抓到它其他的资料。没错。然后,一样。我换一个。004。 Enter一下。OK,好。那利用那个Interest的方式,就可以抓到我们要。不过,这边当然相较于Index的话,可能稍微相对的比较复杂一些些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要抓的是什么?它是哪一栏? 它是哪一栏?哪一栏指的是这个工作表的实际上的栏?不是指的是它那个范围的栏?OK,所以这里请各位试一下,利用那个Interest 帮我去抓上面的资料,试试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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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